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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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美国的美国的美国 各位美国的美国的美国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这个背景说明会 是由经济部 农委会 以及陆委会 共同来合办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就第五次江城会的 除了ECPA以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是 保护智慧财产权的协议 来提供给媒体相关的背景 以及重要的一些专业上的 一些背景的说明 那我们会举办这样的一个 背景说明会 是从过去的经验学习到 过去几次江城会 特别是到了第三次 特别是第四次 我们举办了类似的对于每一个协议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说明会 我们发觉不仅是媒体朋友们 觉得有帮助 觉得很重要 我们也觉得 我们的评估也觉得说 的确 因为两岸的协议 专业性越来越高 所以能够在 适时的 适时适度的 让我们媒体朋友 能够深入了解 每一个协议的 它的专业的背景的这一步 对于我们民众透过媒体 透过大家的笔 来理解这个协议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报告 两岸智慧财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相关的事情 那大家都知道 保护智慧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事情 尤其呢 跟我们产业的意义 跟国家的竞争力 息息相关 所以各国 我们不把保护智慧财产 决定为一个对外 接下来的一个首要的业务 尤其呢 我们台湾呢 目前进入的知识 经济的时代 它目前其实我们大概 回答一下 在中国大陆 我们面临的这部分的问题 大概有三项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发觉到 有很多台湾的产品 被防茂 那这个或者是道路板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有一些著名的台湾的商标 或者是著名的产品的名称 被他们抢先注册 那各位都知道 这个中国产品保护 有这张产品 属地属于 它抢先注册 你就要透过一定的程序 去把它撤销 拿出来 那第三个呢 就是很多台湾的 著名的一些水果 常常发觉到 在大陆事实上 它号称是台湾生产的水果 不见得台湾去的 那这里面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这几年也逐渐的发展 那再加上 那再加上 这个两岸呢 这个与原相通 所以很多的这个 这个商标文字啊 叙述啊 很容易就被不当的采用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们国类的产业界 其实在这个谈判 埃克法的时候 也一再地跟政府呼吁 要注意IPR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两岸就IPR 单独地积极在做协商 出来一个两岸智慧财产全 保护的这个协议啊 不像我等等 我会请我们 中央财产局王局长呢 就这个两岸智慧财产全 保护协议的背景 以及协议的重点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啊 那今天呢 原则上是 就这个两岸智慧财产全 保护合作协议的一个背景的 这个解报会啊 那我希望呢 各位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是 能不能先问这个 两岸合作协议相关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报告 也比较不容易失交 这个资料给各位的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一年 到中国大陆去申请专利 的台湾的企业 就是不包括像富士康 他已经地址在大陆了 那个都不算 就是单纯企业的这个地址 是在台湾的 这样的台湾的企业 到大陆去申请专利的 一年就高达两万两千件 两万一到两万二 这样的数字是非常高的 是大概是台湾的企业 到各国去申请来讲 去中国大陆申请是最多的 那为什么会这么多 也是因为两岸的经贸关系太密切了 他申请案这么多 他的经济活动需要被保护的需求一定就高 那这个也是以往以前像美国 日本欧盟他们常常会来跟我们谈说 诶 请台湾要保护智慧传言保护的好 原因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的企业到外国去申请了很多 那他就会关心那个国家的IPL的保护制度好不好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专利的申请 我们到中国大陆去申请的案件量这么多 这个是第一个 那另外商标也是 我们商标到中国大陆去申请的 一年也都逐步在升高 那去年最新的数据已经超过一万件了 那这样的件数也是 但是除了在自己台湾申请之外 大概最多的 那所以 再来台湾的服务业又做得非常好 台湾的产品又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商标申请 我们相信这样的高的案件数呢 去中国大陆申请案件数是一定会再增加的 那相对的 中国大陆的企业到台湾来申请专利商标的案件数 就没有这么高 但是也是逐年在增加 那大概专利商标大概来台湾的申请 一年大概是不到一千件 几百件大概六七百件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所以相对来讲 你看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规模 到中国大陆这么多 所以就会有需要注意中国大陆的 对我们企业的保护的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两岸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语言相通 那语言相通那又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两岸之间会 譬如说你去我们的商标被抢住的问题 甚至也有一些少数的大陆的著名商标 其实也有被我们的企业抢住 那这样的问题跟别的语言不相通 就会很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抢住的问题 是非常突出跟明显的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